浓缩的语言 经典的表达 中华传统文化中 最精致 最璀璨的瑰宝 短短几个字 就是一段历史 一个故事 一种情感 一番人生感悟 想领略一下 成语世界的精彩吗 那就跟着漫漫老师 一起进入 漫谈成语的世界吧 大家好 我是漫漫老师 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要和大家谈的成语是 单一顺母 单一顺母也叫 卢一顺母 是全项二十四孝诗选 也就是二十四孝中的 故事之一 讲的是孔门十折之一的 明子谦的孝心故事 原文是这样的 周 明笋 自子谦 早丧母 父娶后母 生二子 一以年婿 明笋 一以卢花 一日 父令笋 预车 体寒十边 父查 知其故 预出后母 笋曰 母在义子丹 母去三子寒 后母闻之 足悔改 细师送之 十曰 明氏有贤郎 何曾怨后娘 车前留母在 三子 免风爽 在东周的春秋时期 孔子有一个弟子 叫明笋 自子谦 人称明子 他的德行 于孔门七十七贤中 列居首位的 严冤秉称 也是孔门十折之一 孔门十折 指的是孔子门下的十位学生 是颜子 子谦 伯牛 重公 子友 子贡 子路 子我 子游 子下的合成 他们是儒家的杰出代表人物 受儒家的祭祀 是历代儒客 所尊崇的榜样 名字虽为十折之意 但他的孝体却更为人所称颂 明子出生于鲁昭公六年 西元前五百三十六年 他的先祖是鲁国的第四代国君 鲁敏公 父亲敏世公 是第八代 也算是鲁国的贵族 只是父亲这一脉 没有承袭爵位 就渐渐的没落了 明子年幼丧母 家境贫寒 很小就开始夏天干活 经常随父亲驾车外出谋生 日子过得十分辛苦 后来父亲娶了继母 又生了两个弟弟 一个叫敏格 一个叫敏蒙 继母偏爱亲生儿子 很不喜欢明子 经常虐待他 但是明子从不在父亲面前提起 继母的所作所为 生怕影响父母间的感情 吞皇编文集新书 卷八记载说 一年冬天 天气格外的寒冷 姬母给两位弟弟 都缝制了厚厚的棉衣 给明子做的棉衣 看上去和两位弟弟的相同 但实际上 里面塞的却是芦花 一点也不能预寒 明子常常动得蜷缩一团 但他始终独自忍受 什么也没有说 一天父亲带兄弟三人外出 让明子在前面掌边御车 当马车行至 萧县城西南的一个村庄时 天气突然皱冷 一时间朔风护好 大雪纷飞 明子动得浑身战斗不已 马鞭失手掉在了地上 马车失控 父亲大怒 责骂道 你这孩子 穿这么厚还大哆嗦 看看你弟弟 也没动得像你那样 说着 捡起鞭子 就挥手 朝明子的身上抽来 明子的棉袄 哪里听得起这一抽 立刻就破了 顿时 棉袄里的卢花四处飞扬 这是怎么回事 这棉袄里面 怎么是炉花呢 父亲惊呆了 赶紧撕开弟弟 敏格和敏蒙的棉袄 发现里面竟然是思绪 父亲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继母一直在虐待明子啊 于是赶紧驱车返回 决定休妻 回到家后 父亲直奔继母 说 我之所以娶你 是为了我的孩子 现在你却欺骗于我 你走吧 我不能再留你了 说吧就要休妻 季母和两个弟弟吓得直哭 明子见父亲休妻如此坚决 赶紧跪在父亲面前 哭泣着说 母在义子丹 母去三子寒 愿大人私之 意思就是 有母亲在 只有我一个人受冻 如果母亲离开了 两个弟弟就都要和我一起受冻了 请父亲三思 父亲听后 漠然不语 继母听了明子这番话 深受感动 愧疚不已 从此痛改前非 使明子如己初 最终成为了慈母 明子父亲折返回家的那个村庄 后来就被命名为 鞭打卢花 车牛返村 成为了最长的古村庄地名 这个故事也记录在了西汉流相的 《说院》修文篇与译文篇中 孔子对此感叹并赞道 孝哉明子谦 人不见于其父母昆帝之言 意思就是 明子谦真是个孝子啊 他孝敬父母 又爱兄弟 让别人对他的父母兄弟 都没有不好的闲话了 范献之记载说 明朝万历三十六年 西元1608年 县令称奎初 出资给明子修墓建祠 明朝上书李化龙 因敬仰明子的人德 为此作诗 称颂道 明子祠堂 观道西 卢花满地草七七 接前几棵长松树 不是雌鸟不敢骑 后来明子拜孔子为师 称为孔门弟子 他不仅仁孝持众 而且崇尚节俭 论语先进记载说 一次 鲁国要重建国库 明子谦说 仍用旧的国库不行吗 何必要改建呢 因此孔子赞赏道 子谦平时少语 但一开口定是说到点子上 明子一向守身如玉 清廉正直 淡漠是图 是孔门弟子中 唯一明确主张不做官的人 论语雍也记载说 当时鲁国的清大夫 季桓子派人来请明子 出任他领地 废议的废议仔 就是当地的执政长官 他蜿蜒推辞说 请为我辞雕吧 如果再派人来召我 我就渡过问水 出国闭关了 后来在孔子的劝说下 明子接受了邀请 担任了飞翼仔 并把家迁到了东盟之阳 他在飞翼实行人证 以德之意 不出一年 飞翼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年秋凉刚刚收获 祭师的家臣杨虎 就赶来催缴赴税 明子说 关税刚刚收了一部分 待收其后 我会亲自送进国库 杨虎白白手说 飞翼是济士的私义 关税直接交给济士就行了 明子听后觉得非常诧异 就问 我生在鲁国 长在鲁国 如今又为飞翼仔 怎么从没听说过 飞翼是私人的异地呢 杨虎不耐烦地说道 鲁定公以地继承兄伟 也是不合理的 这都是济士拥戴他的结果 如今国家大权掌握在济士手中 这费意还不是济士家的吗 明子本就对济士专断鲁国王氏的 李崩约坏的作为非常不满 听杨虎这么说 更加深感自己与济士一族道不相同 于是决定立刻辞去官职 私诚中他借口老父年高体弱 旧病缠身需要回家伺候 一尽孝道 因忠孝不能两全 所以需辞去费一载的职务 鲁国国君听说后 赶紧派人劝阻 但明子主意一定 毅然辞官 不待鲁军批准 就匆匆离任了 足见其刚正不阿的品格 因此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 太史公司马迁评说道 不是大夫 不识乌军之路 随后明子来到温水之兵隐居 从此就再也不肯出山为官了 后来他跟随老师孔子 周游列国 最后病足于长青县内 相年五十岁 明子谦以孝行名闻天下 是孔子的高徒 他一生宠辱不惊 聘歌高洁 终生不愿出任官职 直到去世 被尊为赌圣 是孔子主张的 道不同不相为谋的 最好践行者和典范 可见孝子多为贤者 贤者多是孝子 这就是单一顺母 这个成语的内涵和典故了 好了 今天的漫谈成语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关注订阅我们的节目 并推荐给您的 请朋友 帮助我们传播传统文化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